以灌顶之名的宗教仪式 实为伦金少女 1987年 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叫 亮出你的舌苔火空空荡荡的文章 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叫桑桑扎西的少女 在双修灌顶之后致死的全过程 因为描写太过写实而被禁止发行 当时的总编辑也因此被免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游浅谈 我是素普 之前我们讲过 佛教密教五上与家部中 有一种男女双修的密法 这是密教所修的最高密法 被藏传佛教诸派看成是最难修持的密法 通过方便与智慧的合修 达到寄生成佛的境界 藏传佛教经典十轮金刚序中认为 在男女双修达到高潮的时候 原本细节的脉轮会暂时松开 气就会进入中脉 红白明点就会在中脉融合为一 这个时候修行者就会处于一种大乐的状态 在大乐状态之下进行观想禅修 就可以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心定如水的高级境界 甚至大彻大悟 从而达到寄生成佛 这就是男女合合大定 密宗视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炼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 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 死后还要下地狱 一个瑜伽士 从入密门到修炼最高密法 无上瑜伽密 要按照次第进行夺次灌顶 所以灌顶是修密宗必须要举行的仪式 灌顶的层次分为十五级 初级时为平灌 也就是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 仪式在会有密宗双生佛 以及诸多仪鬼法器的道场举行 受灌顶者要先沐浴身体 然后穿着圣装 等待上师手持一个内装圣水的宝瓶 向受灌者头上拨洒 再用嘎巴拉 也就是用人头盖骨做的碗 装上青柯酒 让受灌者喝下 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 修五上瑜伽密之双修灌顶 其过程是密修弟子要找一个 十二至十六岁之间 最多不能超过二十岁的处女 且一定要冒美 因为只有在处女的莲花里 才能取出红竹 将这个少女引至 账漫包围的密室内 把她的身体献给上师 此女就被叫做明妃 也就是佛母 选择明妃的要求是极高的 密宗祖师莲花生大使 甚至为了教导信徒挑选明妃的诸多事宜 还写作了 骇母甚深引导 其中对女性相貌甚至器官 都有极其详细的要求 被选中的明妃 由上师加持金刚莲花 将俗女神关空后生天女神 然后上师携明妃进入屏障内 行男女合和大定 弟子在墓外 以不遮墓跪后 这就叫做密关顶 接下来就是会灌顶 上师在完成交货之后 会先明妃到墓前 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出摩尼宝 至于弟子口中 同时念诵金刚慢经 弟子要诵意为稀有大安乐的咒语 然后把摩尼宝咽下 而明妃从入定起 赤身不着衣物 于莲花中取出红珠 同样至于弟子的口中印下 之后弟子去掉遮墓布 上师将明妃的手传到弟子手中 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指他们的手 以自己的右手指金刚处 至于弟子头顶 教训道 诸佛为此证 我将依受儒 就是要告诫弟子 遵从密修仪轨 不得追求世俗英语 否则不成正果打入地狱 然后弟子与明妃再度如法修和 和之大定 在修行高阶的灌顶中 弟子要想象自己变成了上师的菩提水 进入空性母 也就是明妃体内 然后自我破碎 上师及历代上师的意思 与自己的肉体结合成为心我 如果能成功冥想着整个过程 就是灌顶成功 严肃文学作家古子文 曾深入藏地四年时间 徒步十二万公里 实地访问了不丹佛母诸巴基米亚 佛母讲述了密宗无上瑜伽部 男女双修秘法 不为人知的实情 基米亚说 因为无上瑜伽部属于金刚城 所以参与修行的僧人 瑜伽士都自称金刚 在基米亚十四岁那年 有一个叫金刚珠八的修行者 路过基米亚家 一眼就看上了基米亚 她想要基米亚做她的佛母 那个年代的不丹 属于政教和一体系 女孩子能用自己的身体来供佛当名妃 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 于是基米亚就欣然答应了 当时的她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决定 随后金刚珠八就把基米亚 带到了自己导师鲁巴金刚 位于不丹首都停步的一间寺庙的密修室中 并把基米亚献给了导师鲁巴金刚 当时的鲁巴金刚已经60岁了 她十分严肃的对基米亚 进行了金刚莲花仪式 也就是明妃加持 基米亚就这样成为了明妃 随后鲁巴金刚就拉着基米亚的手 走进了一间布满障碗的房间 进行了男女和和大定 在和和大定中 金刚是不能动的 需要全身心的把思想集中在大乐上去体验 一切动作姿势都要由明妃来完成 明妃要像欢喜佛像画像上一样 双手掉在金刚的脖子上 基米亚佛姆说 当明妃不是容易的事 在密宗皇教格鲁派大师 宗嘎巴的道广论中说 规定明妃要懂三十多种和和大定的动作 受明妃礼弊 弟子也要和明妃如法修持和和大定 弟子一面入定体验大乐 导师在一旁指导 直至导师满意 认为合乎毅力为止 从此啊 小基米亚就成为了朱巴的明妃 此后她的全名就叫朱巴基米亚佛姆 当时的朱巴金刚四十岁 而基米亚却只有十四岁 四十岁的密宗僧人 大都练成了气功 金刚不倒 大定的时间长 在此漫长的乐空双运修持中 十四岁的小基米亚总是精疲力竭 基米亚佛姆说 根据我的经验 当明妃根本不存在 观空的可能性 明妃上了合合之后 其主要任务就是产生大乐 而明妃都是未成年的小姑娘 数十分钟后都累得汗流浃背 哪还有情绪去观空 主尊大神的光辉形象呢 只有朱巴在每次大定之后 总是说自己看见了 大日如来和额纳底尊诸佛菩萨 通常情况下 这些未经世事的少女 都只是普通的女孩子 并没有多少修为基础 一般的上师都已经练就了一定的气功或灼火 也明白如何观想 所以根本上来说 这种修行方式只是利益金刚上师 对于女性却具有摧残 正如亮出你的舌胎或空空荡荡里面 所描述的少女桑桑扎西 即便她是一个女活佛 十五岁便首读了所有的经文 也练就了灼火 有一定的修为基础 可是她在被灌顶之后 仍然没有办法做到如法观空 甚至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掏空 更何况一些普通的少女 在基米亚十六和十九岁的时候 分别生了一儿一女 在基米亚生完二胎后 猪八就又找了一个十二岁的佛母 自此 基米亚就再也没有机会羞耻乐空双云了 她自嘲到说 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 哪有十二岁的好呢 到猪八金刚代替鲁八金刚为止 就已经有过八个正式命名的佛母了 猪八也会教授基米亚 佛学经典和文化知识 于是闲暇之余 基米亚除了教育两个子女外 还自己学习文化知识 由于基米亚的好学 在她三十五岁时 还去了孟买读了社会学习 也学会了英语 后来她的两个子女 也分别去了印度和比利时上大学 而其他的佛母 就不一定有基米亚幸运了 那么至于乐空双云 真的能寄生成佛吗 猪八金刚最后真的成佛了吗 对此 基米亚佛母说 猪八金刚活了六十四岁 她去世的时候 自己还在梦乃读书 据说她落气时 天上有望到霞光 应该是成佛了吧 而对于自己作为佛母的医生 基米亚这样评价道 起初她觉得 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后来才明白自己在被虐待 由于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基米亚佛母深刻认识到了 双修这件事情 对女性的不公平和摧残 所以后来她从孟买 社会学习毕业回到布丹后 正逢多尔籍国王的民主改革 她便向国王写了一封很长的奏章 请求终止密修和和大定 在六十年代末 废除了农奴治后 不单政教合一解体 国王正式宣布和和大定为非法 此后金刚们不敢公开的四处寻找 貌美的十二至十六岁的少女了 可是双修的事情依然有 只不过进行的更加隐秘罢了 我们知道根据释迦摩尼佛的教义 是主张禁欲的 所以这种双修密法显然是有为佛制的 那么它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 实质上佛教这个概念 根据时代和地域不同 其内容的差异非常大 在朗达玛灭佛 异佛新本之后的几个世纪 佛教才通过下路红传和上路红传 在藏地再次复兴 此时藏地吸取的佛教却远没有此前的纯粹 此时的印度正处于波罗王朝时期 其数人皇帝都笃信婆罗门教的信力派 而印度佛教为了生存 不得不吸取当时正处于显学的信力派部分教义 印度佛教的最后阶段变为密宗 印度密宗是印度佛教吸收了印度教师婆神义里的产物 高原密宗是印度密宗吸收了高原本土文化 本教教义的产物 所以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 印度教生殖派和本教文化的三结合 印度密宗又分为士部 行部 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 四个历史流派 前三个是称老密 后一个是称新密 莲花生大师从乌藏那把新密带到高原 吸收了当时的国教本教的内容 成为了藏密的开端 乌藏那也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当时巴基斯坦地区为伊斯兰军首先占领 莲花生是第一批逃往乌斯藏的无上瑜伽密僧人 新密的修持中心叫勒空双运 其标志就是双修 当时的吐蕃王朝不但亡于本佛的斗争 而且亡于桃色事件 也就是六世吐蕃藏谱王妃昂翠于僧人大臣波产部的桃色事件 这都与双修有关 后期始祖阿底侠尊者在古阁王朝火龙年大法会上 对无上瑜伽提出了限制 但各派依旧我行我素 从宁玛派到萨迦派再到嘎举派 双修活动越来越不成体统 于是黄教格鲁派大师宗嘎巴对无上瑜伽进行了改革 规定僧人要先学习显宗 已成正果之后才能进入佛教密宗的修持 因此黄教有资格搞双修的只是格西以上的少数大师 一般僧人要严格遵守释迦摩尼的戒律 无上瑜伽的修持要见坛城 即曼陀罗寺庙或者在荒山野洞中进行 各派均有自己的本尊神 这些神均为佛菩萨的变化身 繁名俄纳波底 俄纳波底一成汉语就是欢喜 所以汉语的双身佛就是欢喜佛 当年伊斯兰军队侵入印度 见了密宗僧人便要杀 印度密宗僧人纷纷逃往藏地 这些逃往藏地的僧人 把印度新密带到了大高原 新密无上瑜伽主张寄生成佛 否定释迦摩尼主义乱世轮回成佛的理论 新密主张乐空双运以证明寄生成佛之可能 乐空双运本来就是印度教的修炼方式 所以新密本身其实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化合体 新密到了藏地又和本教结合 因为本教主张男女相处 阴阳成大轮信仰男女神有生之气崇拜 这和乐空双运不谋而合 所以无上瑜伽在大高原根深夜谋 印度老密宗早已提出 悲会合合悲为父会为母 到了印度新密无上瑜伽部 进一步完善为乐空双运的理论 乐者男女教和为大乐 空者淫欲体验的结果一切皆空 双者必须是男女一配合 运就是运作运行 无上瑜伽理论 首先否定了释迦摩尼禁欲主义 主张以欲制欲 讲求方便行事 不受显禅的戒律束缚 既然否定老祖宗 就必须拿出新的理论 而欢喜佛的义礼 出自大日经 金刚顶 维节摩经等众多经典 和世密史 藏密红史 白史 燃止欲望 从而制止欲望 再根据大日经中所说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本 方便是究竟 意思就是成佛的意志是主要因素 体恤 怜爱是根本行为 不过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 怎么有力 你就可以怎么搞 但是素普认为 这是非常牵强的说法 利益自我 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基础 然而 修行的方法又有很多 如果是一心修行 真的没有必要非要选择这种最危险的修行方式 不容否认 靠双修 去证悟空性的修行者 确实有 但是修行人必须闭上眼时 用定力使树上的果子能落下来 睁开眼时 用定力使果子又能长回去 密法的修行者就如竹子上的蛇一样 只有上和下两条路 所以修成者凤毛麟角 而人们永远不缺乏对性的想象 所以所谓的双修密法 最终也难免沦为修行人赢了的借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